大家好 我是Yopany 刚才上一个章节的时候 我们有教大家怎么样去 怎么样Kiasc Mode的部分做启动 那现在的话 我们要把Kiasc Mode的部分做解除 然后做PowerWatch 反映到粗藏预测值 在这之前我们有做个动作 如果说你随时要进去做一些相关对应的 例如说Kiasc的应用程式的新增 或者是转移的话 这样怎么做呢 好 一样我们要做重开机的动作 重开机的动作的时候 我们这边的话就是做重开机动作 Kround的开机模式 其实很快要7秒之内 就可以做一些相关的动作 所以你要赶快的按Ctrl-Auto加S的部分 Ctrl-Auto加S的部分 它就会让你带你进去 就是我们所谓的登录者画面 OK 那就是我们先登录账号 可以用登录 登录之后 我们就可以看到做一些简单修正的 OK 包含我们要怎么样 怎么解除掉Cast Mode的流程 让大家说明一下 解除Cast Mode的时候要做PowerWatch之前 如果没有解除Cast Mode是没有办法做PowerWatch 所以我们要进行做所谓的Cast Mode停用的部分 甚至把它关掉 完成之后 OK 那我们要做个从设定里面 好 一样是做PowerWatch动作 好 重新起动 提升器不是很困难的 再就是它的启动的顺序方式 是不是熟练的 那这边就提示你重设这个Chrome装置 PowerWatch会将你的Chrome装置 恢复成出厂预设置 就是你最原先拿到Chrome device的时候的Chrome OS的版本 系统会将引嘱所有松整账户跟资料 包括我们刚才登录的Gmail账户 它会全部死掉 OK 然后确认执行PowerWatch的装置将要进行重设 且说使用者和本机账户装置要多移除 这项装置是没有办法复原的 所以我们刚才做的那些动作 只要做这动作的话 本通是一个Recarver的动作 按继续承续 它就开始做运种的部分 好 这边这次PowerWatch 它有进行一些包括一些还原的部分 它要请你稍等 其实还原成绩大概是一到两分钟 现在快速的 OK 好 那你就会看到Clone device的部分 就会出现到我们刚才第一章节里面所提到的 例如说一开始的一些选择 例如说你的你的语系是什么啊 那你的Keyboard的Language的建台的方法 然后你的Network 这边的话就可以重新开飞给你的动作了 好的 这就是从Kiasmo开始设定到解释 Kiasmo完成到出厂议设置的整体步骤 OK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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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观看